世界潮流 浩浩相相 主持李慧財 梁錦翔 車離子 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浩浩相相 先稍微修正 剛才非常好 在網上討論區有人提醒 剛才提到印尼蘇卡諾是親共的 不是親美的 所以主要是指後來的蘇哈圖 其實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美國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的代表 但他的歷史和暗殺都是分不開的 你想想 本土來講 他的總統 起碼兩個很有名 一個是林肯 一個是金賴迪 都是死於暗殺 而事實上 即使在列根也受過槍擊 另一方面 如果你說在本土以外更加 其實我剛才上網再去核實資料 之前我也約莫知 美國正式宣布放棄 以暗殺作為一種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外交手段 其實不應該這樣說 原來到了1975、1976年的時期 先由福特總統提出 後來是Jimmy Carter再重申一次 以前來說 中央情報局 大家都聽過了 CIA對政治暗殺作為 他只不過是我們開玩笑的 標準運作程序 叫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當然他不會一下子出了暗殺 很多時候他是用各種手段 最先都是用經濟手段 有很多是通過債務 幾年前出了一本書 令很多人大開眼界 叫做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 John Perkins 其實他是說他過去幾十年 怎樣間接受拼CIA 帶到很多這些第三世界國家 哄他來借錢 就是政府 其實他是銷售市 銷售人借錢 借錢 借了錢的時期 就等於借了大耳洞 永世操控在他的股長之間 很慘很慘 你就要為名是從 有些國家最後是不聽話 不聽話的時期 他會派人去暗殺國家的元首 實際上是發生過的 在歷史上 如果暗殺失敗的話 其實有些也會失敗 你知道嗎 卡斯特羅 古巴溪特羅 起碼有八次刺殺他的嘗試 但也失敗了 所以現在還在世 卡納菲也不用說 嘗試暗殺他 其實那時候侯蔡恩最先都想暗殺 不過不行 因為那些死事 那些近衛隊 死忠的那些 你賣不到他身 最後才要打仗 所以第三步 所以我們叫三步曲 一就是用債務 二就是暗殺 三不行 就真的出兵 這樣 所以美國來說 其實他很多時候 真的說一套做一套 他自己國家裡面很文明 但是其實他做很多這些事情 其實真的可以說是很野蠻的 當然另外有一些 他如果經濟上通過很多跨國企業 對你的滲透和控制 之前說過的民族解放運動 叫做新殖民主義 新殖民主義 無論是對中南美洲 對非洲 很多都是用這些跨國企業 後來加上IMF 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會 你又欠債 他又要你還債 但有很多很苛刻的條件 這些叫做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SAP 令到那些國家 其實是很慘很慘的 當然現在這件事 竟然歐洲人自己都能上到 因為希臘 西班牙 就是IMF 和整個歐盟 德國那些說 我要救你也可以 不過你就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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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叫SAP 這件事竟然是歐洲人自己 現在嘗試了 好了 但真的說一說 美國霸權的本質 是一個否事 其實美國的總人口 是不過三億 是不夠全球總人口的百分之五 但是如果說 過去幾十年 即是二十世紀下半業 直到二十一世紀初 其實它對全球的能源和物資的消耗 是完全不成比例 是隨時達到百分之三十 或者以上 甚至四十 而它製造的污染 亦都達到百分之二十三十 好了 它的GDP 不用說是世界第一 現在第二 大家知道是中國 我們好像楊利偉說 我們叫做自我感覺良好 但我懷疑是真還是假 我就當它是真 但第二和第一 原來是相差很遠 美國GDP比中國大 接近三倍 即兩倍多 但還有人口 我們十三億 它是我們的零頭 它是三億 所以人口 以人坤計算的GDP 它比我們大 成九倍 所以我們所謂排第二 你不要自己以為這麼飄飄然 以全世界的GDP來說 它佔了接近五分之一 一個國家佔了五分之一 很重要 好了 如果說真正的經濟實力 還有兩件事 可能沒有人特別留意 就是黃金儲備 雖然1971年的時期 它已經推翻了自己 一手建立的根本位 在尼克遜的時期 已經脫歐了 但其實它很聰明 脫歐還脫歐 但其實它的黃金儲備 仍然是世界上第一 還有它的石油儲備 這個很重要 甚至叫戰略石油儲備 即是突然打起仗 就算它沒有石油進口 它可以捱多少天 它這個也是世界上第一 石油儲備很重要 講它的硬實力 講軍費 大家知道 其實美國的軍費 即每年的軍費 大家可以知道 是大過之後的二十個國家的總和 厲害嗎 你看 完全是無法廢話的 差不多是佔了全世界的一半 即是它的軍費 當然大家如果有看過 Iron Man 講什麼軍火箱 那個舅舅 舅舅 但其實來講 做戲當然要找一個代表姦 是個男主角鐘 但說真的 你做軍火 還有哪裏分鐘還是姦 而全世界最大的軍火箱 供應商是哪裏 就是美國 就是整個國家來看 當然 最厲害的武器 就是洲際導彈 所有核武器的數量 它擁有的是Number One 航空母艦 戰鬥機 包括最先進的隱形戰機 它擁有的也是Number One 還有它全球 在差不多成150個國家 是有軍事基地 它軍事基地的數目 全世界超過700個 你想想 有什麼可能一個國家 在自己國家以外 建立超過700個軍事基地 很多大家知道 日本很著名的 有橫須河 菲律賓的黑黑 空軍基地 以前越南有金蘭灣 當然後來 就是越戰的時期 北越解放南越 當然沒有 但現在 竟然現在 竟然很吊詭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古龍的世界 沒有永遠的朋友 沒有永遠的敵人 現在越南又說 跟它在談 是不是又租借金蘭灣 給它做海溫基地 其他的 有南韓 平澤 有台灣 還有新加坡 所有的 印尼都有它 在我們附近 一個圍堵 我們中國 你可以用其中一個 這就是講它的硬實力 但其實 台長剛才說過 就是那個軟實力 其實這才是很重要的 第一 它擁有全世界最多的 以這個國家來說 是世界一流的高等學府 沒有得爭 這些研究的成就 真的有目共睹 哈佛 耶路 史丹福 加州大學 所有這些 MIT 每個人都嚮往的地方 所以我們讀物理 最厲害的 一定要去美國 我有個死黨 有一對子女 現在兩個都在美國讀書 是吧 另外它擁有最多的 不用說 就是剛才你說的 Research 諾貝爾得獎的科學家 它也吸引到最多人才去 剛才說過 不用說 它擁有最多的高科技專利權 這個專利權很重要 說真的 其實全世界來說 你說要去註冊專利 其實真正最重要的 去註冊的就是在美國註冊 才是有意思的 譬如其他國家 它有個專利局 你註冊了 其實也沒什麼意思 當然它很多 我們現在的高薪科技 包括高清電視 3D電影 所有我們的iPhone iPad 當然都是美國發明的 現在我們日常生活 完全不能離開的互聯網 或者Facebook 每個人都用那些Apple 是的 那些東西是誰發明的 那些WhatsApp 那些 全部都是美國發明的 你怎麼跳出它的影響呢 當然經濟方面來說 它也是吸引全世界最多外資投資的國家 但留意 那些外資投資 主要不是在設廠生產 而是說金融市場 它也是像磁石一樣 吸引外資去金融投資 另一方面 就是文化方面 文化的輸出很重要 當然對很多人來說 甚至叫做文化霸權 我們後面也要說荷里活 他的電視劇集 他的電影 你看看我們暑假有什麼好戲好看 都是看荷里活大電影 流行的音樂 是的 流行音樂 Michael Jackson 麥當拿 所有最新最新 當然我老餅 我只是說出兩個人 可能年輕人 說到其他人 可能跳舞 其實都受美國影響 全部都是 全都是LA的老師 你想想 當時你還未出生 例如阿哥哥 我們全世界都跳阿哥哥 你跳disco 全世界都是跳disco 全是美國 你說break dance 就完全是break dance 是那種clubbing的文化 很重要 所以很重要 當然還有很多行業的專業認證 都是在美國的 你想做工程師也好 會計師也好 測量師也好 什麼什麼師也好 你最重要是拿專業認證 那最厲害的是哪裏呢 美國那個 不用說 所以這些就是軟實力 所以沒有辦法 當然最關鍵的 剛才也說過 就是以美金為本的 一個國際經濟秩序 雖然剛才說過1971年 尼克遜已經脫離金本位 但是更加令到 我們這些叫fiat money 就是法定貨幣 你也是相信他 因為你所有國家賺到的錢 都說過了 你不敢隨隨便便去投資 怕虧 於是你就好天運 或下雨柴 你便有儲備 但是這些儲備 是以什麼形式 用自己國家貨幣 又不通 沒有人相信你 所以你唯有將新恩主婦 血案錢賺回來 你就買了美金 當然美金的息口很低 如果是貨幣 如果是貨幣 你便唯有賣債券 或者我們叫做 TREASURY BONDS 或者TREASURY BILLS 有人分析過 其實我看了 Joseph Stiglitz 這個經濟學家的分析 有一本書 幾年前出的 他說其實說真的 這個全世界 特別是過去20年左右 很多發展中國家 都是買美國債券作為一個儲備 其實完全是一種 憑國向富國利益輸送 就不是負責貧 而是負責負負的做法 但是當然他甘心情願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這些債券 他的回報率最多是多少 其實是從2厘到5厘左右 2%到5% 譬如我當中間諾貨 當作是典型3% 但是他說 如果你同樣這麼大的資金 你拿去做生意 你想想 一般來說 你穩固一穩固 你不要做太高風險 其實有10% 9-10%的回報 都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因為那些國家 作為一個儲備 他要穩固 穩固 他就買了債券 但是他用什麼來賣 他用真金白銀來賣 就給了美國 美國就拿來做生意 但是美國賣給你的 只是一張紙 而且回報率只有3厘、4厘 你想想 中間的差額 我就當它6厘 其實就是美國吃了 所以原來全世界 正在進貢給美國 你說這個世界很瘋 其實他還會操控 美國還不得意 其實是不斷 一直把這個美金貶值 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甚至是損別人的利己 如果我們看回一些資料 上網很容易看的 你看一下 美金貶值 其實在50年代到現在 原來美金 如果相對於黃金 已經貶值了 九成半以上 已經貶值了 你以為你換回一些金 其實只有1%才是金 其實很荒謬 你經常說 我們中國人民幣 硬要壓低它的幣值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全世界 將幣值不斷貶益 為自己的利益 那是美國 不是中國 其實美金的系統 都很荒謬 但是現在來說 都會開始變 這個一會兒會說到 另外說 日本 大家知道80年代 他是經濟巨人 但是為什麼後來90年代 變成一個完全失落的10年 甚至現在我認為是失落的20年 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背後 日本有很多提出 官商勾結 黑金政治 銀行的外壞帳 地產泡沫 很多可以舉出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誘因 就是1985年 美國靜雞雞 就捉了美國和德國 在那間叫做 Plaza Hotel 開會 逼他們兩個國家 馬克和日元升值 其實就是等於美金貶值 逼他們升值 但是那時候 德國和日本 都是受惠於美國 這裏也要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是戰勝過 德國和日本是戰敗過 但是確實 美國當時被人的感覺 真的 嘩 真是厲害了 以得報願 因為他泡了大量的錢 在歐洲 歐洲重建 他沒有霸佔歐洲一寸的土地 雖然他當然是建立很多軍事基地 但是他有一個叫做馬歇爾計劃 叫做Marshall Plan 就是重建歐洲 整個經濟 所有的基礎設施 當然大家都明白 他這個重建 亦都是抵擋蘇聯的 其實是一個圍堵 防止全球斥化 全球大戰略的一部分 他為何要服役日本 亦都是一模一樣的原因 其實日本 你看看他打死了多少美軍 本來是血海深仇 但是他後來 沒有霸佔日本半寸土地 還幫他重建 當時還把一些灰色地帶的 例如琉球群島 那些還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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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美國 當時他要迫這兩個國家 這兩個國家不能夠說不 不能說不 不能說不 而當時日元的升值 相對來說 其實就是整個經濟下滑的開始 轉捏點 其實是一連串連鎖反應 是很慘的 但是日本來說 說真的 作為美國的附庸 就是叫做 雅子 吃黃年 是完全是有苦自己的 他不能夠公開地說出來這個原因 其實羅馬帝國的啟示 我覺得有幾點 是值得拿出來和大家聊聊的 第一 他作為一個帝國 其實帝國的輝煌 是建築在其他國家民族 是受到剝削和壓迫的基礎之上 其實之前最先的時期 第二次責任之後 其實沒有什麼人對美國崛起是有什麼意義的 除了蘇聯 或是意識形態 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 但是因為當時覺得 這是一個像少林或者武當一樣 這是大家公認的武林盟主 甚至有些人當他是世界警察 但是其實這個世界警察慢慢慢慢變質 我們說是帝國內在邏輯令到他變質 確實就變得好像剛才所說 他越強大 其實其他人越受到壓迫 這個也剛才說是恐怖主義的根源 特別是他和回教世界的衝突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一定要了解 其實什麼叫帝國呢 你想想羅馬帝國 其實當時在歐洲 最文明最文明的地方 在哪裡呢 就是羅馬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作為現代羅馬帝國 美國是世界上現在最文明的地方 那你又要接受這個現實 世界是複雜 世界是吊詭的 你想想他所宣揚的 他所抱持的那種普世的核心價值 真是人權 自由 法治 平等 民主的精神 他真是發揮得最好的 當然他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正如現在我們中國經常出人權白皮書 你一定要找到的 但是我們平心而論 他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 但是另一方面不僅僅是文明 他的文化水平也是最高 剛才一開始台長都說了 在文化上根本全世界都是 這個這樣說 剛才我們說的普通文化 但在歐洲政治文化 他們都不當美國 始終美國歷史短了一點 對 所以歐洲人是看不起美國人 尤其是古典音樂 歌劇 文學 哲學 特別是哲學方面 歐陸的哲學 人們覺得是比美國的哲學多大精深 所以美國始終追不到歐洲 因為人家的深厚文化淵源 但始終在科學上 特別是商業的創新方面 他也是領先執政世界的牛耳 但另一個有些人很不明白 就是去過美國 尤其是住過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Cherry 是否覺得 有很多人覺得 美國人其實真的很愚昧 很無知 他們覺得美國是全世界 對 完全就是這樣 很眼光短淺 有何這麼厲害 但其實他不明白背後的邏輯 正正因為美國 是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是厲害到這樣 威風到這個地步的時期 人民就可以 去享受這種愚昧和無知 他有權愚昧 他有權無知 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相反 那些發展中國家 第三世界 貧困落後國家 那些人民 每個都挑通眼眉毛 一定要很聰明 因為他不聰明 他就會死 但在美國來說 為什麼我要做帝國 我做帝國 正正因為我的子民可以蠢 你明白嗎 這就是他的特權 蠢就是他的特權 當然還有一個 大家都知道 我真的上網 我之前聽人說過 但我今天上網查過 原來他說 最新的數字統計 原來美國只是百分之三十八的人 是有護照的 你想不想像 即是他這輩子永遠不用離開美國 對 即是說有超過一半的人 是從來未踏中國 他們可以是試過做實驗 給他一張世界地圖 然後在澳洲的位置 寫著Europe 然後就問那些人 哪裏是歐洲 他真的指著 他有一個客觀原因 因為美國的地域跨道大 他旅行自己 他要看什麼 他在美國自己看完 而且他去加拿大是不用護照的 所以他也叫做出國旅遊 台長 我去加拿大也有很多地方去 但其實說真的 你不要看他的人民 好像是傻傻傻 但其實美國的 即是你帝國的統治者 的精英 其實真的是厲害得不得了 你說全世界各國都有精英 但我相信美國的精英 是最頂尖的精英 正正的 因為有這些精英去管治這個帝國 所以那些子民 就不用這麼精明 我們要明白這件事 好了 最後一點 我想提到的是 正正因為他是羅馬帝國 你想想當時羅馬帝國 那些人最想做的是什麼人 當然就是羅馬人 羅馬公民 羅馬公民 所以我們現在都遇到這個情況 很多年前最深刻感受的 就是看東方禱鷹 你可能一點印象都沒有 Cherry 知不知道誰 紅金寶 袁彪 還有高麗雄 阿台長有沒有看過東方禱鷹 東方禱鷹那部戲 其實拍得好 如果以動作片來說 它根本就是香港的Rambo 2 你知不知道 第一滴血族集 不是說單身匹馬 闖龍潭虎穴去救美軍 進去越南 打得很厲害 那些弓箭也是炸藥 但其實東方禱鷹 完全就是一種模仿的電影 但它模仿得來有它的特色 當然它有功夫 紅金寶元彪那些 但我最印象深刻 就是臨到最尾的時期 它是講過越南 但是美國當時越戰 就留下這些東西 吵架 到最後那些人就罵罵罵罵美國 最壞是美國 但臨到尾 其實死了很多人 但只剩下兩個還是三個 就出來了 出來了 反正已經累了 要睡在這裏 那接著怎麼樣 我們的任務就完成了 那些人 他說 你最想去哪裡 當然最想去美國 我覺得這個編劇很厲害 其實是很諷刺的 因為他臨到尾的電影 下半部 就罵美國罵得很厲害 但臨到尾的時期 聊天的時期 然後你想去哪裡 我最想就是希望有機會去美國 其實這個是真實的寫照 因為我也看過一些書 有些記者 去第三世界國家 甚至中東國家 去訪問 有很多人罵美國 反美 但當你私底下問他 你最想去哪裡 他就說 其實我最想去美國 大家聽上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複雜 不調詭 如果不用羅馬帝國 這個概念 框架來看 你是不明白這個世界 你一定要用羅馬帝國 他是最大的撒旦 如果按高美尼來說 就是伊朗 他就是Greek Satan 但另一方面 也是世人嚮往的地方 但始終 確實自從911之後 和08金融海嘯之後 他的實力大不如前 大不如前的時期 我們當然要看看 如何去美國化 這個說真的 暗地裡 很多國家都要明白這件事 大家以前來說 經濟的國家如何發展 就是出口主導 出口主導主要去哪裡呢 就是去美國 你想想 原來全世界國家 都是做事 出口去美國 經濟發達 這個就是繁榮之路 你說這個是不是很荒謬 其實是一種很不健康的情況 完全就是一種羅馬帝國經濟學 這種形式 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 美國就是 Consumer of last resort 是最終的消費堡壘 你靠它消費 全世界都大旺 不可能 尤其是我們面對現在的環境生態 破壞 全球暖化 嚴重的威脅 所以我們現在要說 所謂去美國化 現在中國已經是 中國以前 美國是第一大出口國 現在已經不是 現在排第二 現在歐盟已經取代了美國 其實香港大家都知道 我認識有些香港的廠家 在大陸設廠 什麼都好 但其實他們已經去美國化 已經進行了幾年了 不做的人都傻了 他們現在最主要 要多樣化 要拓展新的市場 不能夠只依賴美國 最後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引伸到香港 很多人有這樣的印象 就是你在反美 反美是否表示你親中 又是這個 這是很簡單的議員對立 等於當年 譬如說兩大陣營對立的時候 你不是支持資本主義 你就是支持共產主義 實際上不需要兩極端思考 對 沒有需要兩極端思考 對 所以沒錯 所以我想說 這麼多集來 很多都反美罵 美國罵得很厲害 當然最後 你想不想美國住 我是不想的 這是真實的 好了 但是 反美 其實不表示親中 但當然 親中這個名稱 我當然是極其反感 中國人不親中 難道是親日 親印度嗎 我們當然是親中 當然這個親中的意思 就是擁護 現在的現政權 中國共產黨的現政權 所以 究竟 我們怎樣對待 現在全世界的形勢最新的秩序 世界秩序 美國的霸權 以及我們中國 立新在國際之林 如何對專制、民主、愛國主義 這將會是我們下一集 探討的問題 這樣時間到 下一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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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